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現場 我們繼續來探討 剛才所有歌賓都談到了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 他的路客流失造成的衝擊 也希望政府要怎麼做 那我想現場是一個最擔憂的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突然自由行限縮了以後 非常意外之外 那南投縣的觀光要怎麼辦 自立自強 要自立自強 所以處長你責任非常重大 要自立自強 那也有另外一批人 在我們的現民的網路討論裡面 談到一些問題 有人說中央搞壞觀光 還有有人說 台灣的觀光品質 可能因為這樣限縮要起飛了 也有人說 為什麼要把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那這樣子是不是要去思考 政府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區塊 還有人甚至講說危機就是轉機 處長你怎麼看 縣政府有沒有什麼樣的準備的方式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題目 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那基本上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這是任何行業都知道的道理 就像縣政府配合包括像我們遊樂器協會 甚至溫泉協會 然後這不只是說這個大陸有個限縮之後才在做的 我們到港澳新馬 然後配合南向政策之後也到泰國到這個越南等主要市場 還有日本韓國做這個推廣工作 事實上這十年來一直都沒有斷過了 那以這個港澳新馬還有泰國越南市場 事實上本來都在做也都非常的穩定 但是因為剛剛李李市長提到 那大陸的團客急速縮減之後 很多的旅行社他們把市場的重心移到東南亞市場 要整個市場做亂起 這個是一個現象 這個業者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剛剛李總也提到說 總量管制 這的確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這麼做 但是在我們自由經濟這樣現象之下 有一個我要必須補充 就是我們發現在最近的十年 有很多不是本業的人 跳進來這個行業 去投資這個行業 跳進來這個行業 你看現在碰到市場衝擊到的時候 這一些非本業的他受到的衝擊 也就所當出售 所以他從市場到亂 也就這樣就是他會去 有一些甚至他會消價競爭 消價競爭就會把市場的這樣一個秩序給弄亂 他機制會變亂 那再來剛剛議員都有提到政策的問題 之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要拜託台灣很多的朋友 都會把這種從服務業的觀點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服務業就是開店不怕人住這裡 然後有大陸遊客來我們也很歡迎 有東南亞遊客來很歡迎 而沒有所謂說 沒關係你沒來沒關係我找這裡來報 你開麵店你繼續來這裡 新年人拿來這裡那很好啊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常常看到一些酸鹽酸泥 包括對中央和對地圈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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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受到影響 那不可會言的中國大陸不管你喜不喜歡 它就是遊客很多 它就是消費力量很高 跟台灣地緣關係最快 語言都相通文化都相通 事實上這是一個最容易爭取到的市場 那如果說我們因為有一些酸鹽酸泥 他全世界那些好去他一定就來台灣 他一定就來台灣 如果讓遊客感受到這個地方的那種友善性是讓他們有一點點覺得說 因為我選擇性很多我不一定要去 這個是除了說剛剛政策影響之外另外一個影響 這個我們在在大陸做很多的行銷工作 我們都碰到這個問題 都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第一個我們在其他市場的推廣 最近這十年都有在做 也看到成效 包括說像在香港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在親近的民宿 你早上在民宿的早餐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新加坡的英文 可以聽到廣東話 可以聽到那個馬來西亞講 那個馬來西亞槍的閩南裏等等的 表示說那個國際遊客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這個都是這十幾年來努力的成果 但是你現在就是說 大家市場減去的時候 大家發現說 哇整個市場不是人減去 市場的秩序也亂去 所以對整個的所謂經濟的產值 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這邊真的也要拜託 所有的這個朋友 不要講那些算年算年 國際遊客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對 謝謝我們謝謝處長 真的對觀光這區塊非常非常了解 談的部分真的是 我想任何一個國家來我們台灣旅遊 都有它的益處 但是我們就像各個國家都來 那才是真正的達到觀光的效益 請教一下協議員 您認為說像這樣的路克縣說 對整個南投縣的觀光來講 政府應該怎麼做才會更好 其實我認為說大家通常在這裡說 既然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我一直很不認同 我們這次議會去俄羅斯出途 我當年我就說 這本來要去台灣 本來要去哪裡 結果都要去俄羅斯去 那一看就知道就是阿拉 對 對 大陸 但是他就早在白日去了 因為我們這裡不讓他來 後面出途聽他們台大人說 他們的消費說起來比台灣沒比較多 沒比較多 我們台灣留一個派習慣 我們說台灣沒有三個好公警 李理事長剛才說的 和副長剛才說的 一臥風的 通通做一個港行業 就大家都支持下去 結果 這裡的 叫天天不可以 現在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我們從事任何行業 尤其觀光業 它相關聯的產業非常的多 你說我們南鄉政策 我覺得那個只不過是 製造一個假象而已 我想我早前去問管理處 游客量並不減少 不減反正 但是一件事沒有一個人覺得說 陸客線索後 比以前的收集更多 定義沒有這個現象 所以我還是覺得 種植比較重量 你看製造假象 我們上破千萬 社長這些業者就沒有更豐富的收集 要定義可以 人進來不代表是他的觀光收益 人潮等於前潮 那是很多人在說 但是事實不然 尤其這些業者 你看 旅書業也好 像遊艇業 自己也要檢討就行 自己這樣進香消價 導致自己 血本無歸 市場紊亂 也要藉這個機會 入客不來 我們好好整頓我們的市場 該收的 該整理的 整理理的 該怎麼 由於我們政府 管政府現在來說 剛才還沒開 開市論壇之前 我也跟 觀光處長 我早就電話給他 早也不是說 因為今天要來 才電話給他 他回任之後 實在是觀光處的責任很大 明文熱壇那個遊艇業者 市場這麼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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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政府也透過地方自治法 也有一個規範 但是真的是 要執行起來 確實自愛難行 這是屬性 但是 現在跟管理處 已經有 脫下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也希望說 我們王處長 回歸 回來 還來 你過去的表演不錯 管政府也會 搖車回來 還回國 希望他本來 你過去的經驗 好種旅遊業 無論各行各業 重新的輔導 政府一定有輔導 這些業者的這個職業 要怎麼讓市場穩定 持續良好 我們管政府這邊要加把勁 是 謝謝 我想 宇仲信長的是 希望說 我們在更長遠裡面 怎麼樣讓我們的觀光業 能夠遠遠流暢 好 請教一下王遠 就以您的看法 您認為說 路客減少了 未來我們政府應該有哪些作為 我想 每天都聽到處長跟李總經理 他們都有說到一個重點 東南亞還有新馬這些 遊客幾乎不會到我們南投縣來 所以我們的感覺就是 路客都來南投關 這是為李縣長 很努力在觀光這個區塊 讓大陸 浙江省那邊遊客 來很多 我們的感受 也是感覺說 路客來很多人 他們的消費能力真的很高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也沒有好好把握 你說的生理上 這業者 大家 都是 要穿這個生理 大家的品質 有沒有提升 我覺得說行銷是一個手段 可是品質才是最根本 所以我們南投關 東南亞那邊 怎麼都不會來到南投關 這個我們政府 要來加把勁 試試把東南亞這一些遊客 有辦法再帶一個南投關 把我們好山好水 把行銷全世界 不只是大陸 我們全世界都要認識我們南投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課 要讓大家來了解 來到南投關 好山好水 我們的好人情 要怎麼行銷 我們的日月潭 要怎麼行銷 我們的清淨 要怎麼行銷 我們的溫泉 在這個步伐當中 管建戶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們也是要種植不重量 我們要做 需要永續經營 這處我在長江三峽 我發覺了 大陸的建設 這真的是永續經營 你知道他們 現在比我們的觀光地方 比我們的觀光地方更乾淨 路是比我們的路更大條更好 不是我們蓋蓋蓋蓋的路 要叫什麼人來 我們南投關子 都在那裡 沒辦法做得好 要怎麼吸引 還比較先進的國家 遊客來 我都非常懷疑 不管我們去俄羅斯去島 參觀人 國家 大家都非常進步 在進步當中 他們就是要永續經營 不是說我們今天吸引這杯來 又來阿伯沒來 好無聊了 這是造成我們遊客要回鍋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縣政府觀光處這一邊 最重要我們要做觀光就好 我們的交通 我們的道路也要好 不是 方便蓋蓋蓋蓋蓋 那補一桌 我覺得這樣都不是一個資本的方法 謝謝王議員 我想很多政府該做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去思考方向 能夠長期的投資 能夠讓這個永續經營是最重要 所以我現在請教一下李總 那也有人講說 路客沒來了 可能會變乾淨了 你也有品質會變好了 還有因為路客的限縮 然後讓我們有一個危機意識 這樣子 另外一個提到就是說 現在這個時間就是危機就是轉機 能夠把它轉位更好 那把台灣的觀光體質做好之後 是不是可以不要擔任一個國家 我們怎麼樣去努力讓全世界都來 這樣子是不是會比現在更好 請教你 沒有錯 那我用一個數據 就是說在2011年的時候 日本311大地震之後 他的國際遊客人數 大概這621萬人 那當時的台灣 2011年台灣是609萬人 當時是差不多 但是到了2015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突破1000萬 但是當時的日本2015年是1500萬 那反觀現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還是1000萬 但是日本已經在2018年突破3100萬 3100萬裡面總共有2000多萬是中國大陸 台灣南韓共獻了2000多萬 當全世界都在向大陸招手的時候 只有我們把大陸拘以千里之外 全世界都在招手 像日本他也很喜歡大陸去 韓國也很喜歡去 世界各國都喜歡大陸 為什麼我們不要大陸 這個我們要去思考 那為什麼我們剛才談到 日本有辦法在一年超越我們500萬 一年就超越我們500萬 這當然是國家的一個 觀光立國的一個決心 那我們一直停留在政治口水戰 我們浪費了幾十年 所以我們觀光10年來停滯不前 一直在1000萬裡面 所以我舉個例子 我們像日本到台灣來參加 年度最大的一個旅展叫ITF 他一次進來 大概是170個坦位下死人 170坦位 我們去參加他們日本的一個旅展 東京旅展 才27個單位 所以這個懸殊的比例 就看出了一個國家的學心 所以剛剛王毅妍他講到 要讓世界看到南投是沒有錯 他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這次我們國家去推廣 是以台灣為標的 但是日本不同 日本到台灣來是以各縣市為主體 他各縣市去推廣他自己 但現在全省裡面其實 藍頭線是做了比較好的一個縣市 我們是有獨立去做推廣 是香港像林縣長他就帶著大家去香港 三天的時間我們在廣場去推 我們的龍特產品 推我們的旅遊 就是這個三天裡面 就完全推動我們的一個藍頭 然後接受電視台的專訪 媒體的記者會等等 那我們也去跟王處長去 越覽跟馬雲金立委去越覽 去推展也是以 我們藍頭線觀光為主的一個推動 我們在台灣二十幾個縣市裡面 共同去推廣 很難讓大家知道藍頭 那如果說我們能獨立的去做的話 像日本 像北海道他每一年都來 赤城縣他每一年來 所以那個青森縣那個縣長 他是幾乎每一年一來一兩次 去推展他的蘋果 大家都知道那個縣長 然後也知道蘋果 青森蘋果 所以我們要走出自己藍頭線的格局 讓我們全世界看到藍頭以上 所以在整個現在目前 我們看到藍頭線的觀光來講 事實上這個機會是 維基能夠轉為好的一個轉機嗎 維基是轉機嗎 當然是這樣 現在已經到谷底 大家各界要去思考 如何來讓藍頭來蛻變 藍頭來轉變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契機 是 但是你剛才提到一個說 最好是政治少一點 對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旅遊 再加上一些政治 真的會影響蠻多的一個部分 但是一個旅遊品質的部分 我覺得是說 在處長這邊 可能可不可以借用這一次的 能夠改善一下我們自己的旅遊品質 能夠提升 讓我們遊客能夠想要來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談了很多 還有很多其實沒有時間不足 沒有辦法談 最後也要請四位貴賓 來做一個簡短的結論 首先請謝議員簡短結論 好 我想要推廣我們這個觀光產業 絕對政府也要 要贊很大的這個責任 你看我們很現實面的 就像剛剛提到的我們很距離最近的 市場最大的隔壁的中國 他看不讓你去打 曾經他也限制到去日本 一個人 一個人都沒有 甚至到韓國一個人都不許去 現在要給你禁止 自由行真的沒有人來 現成的市場 人家在 留到沒在那裡 竟然我們的政府 為反中而反中 這樣就是沒有行動 影響到我們這些 觀光的事業 觀光產業的這個 這個提供 所以我想要求觀光 當然我們政府的行銷很要緊 是 所以我在想 今天我們還是一樣要 現成穩能怎麼樣去做宣傳 是不是 謝謝 現在是這樣 王爺 剛才我有說過要怎麼把南投 行銷到世界各國 這就很重要 當然我們的館長 我們的團隊都非常認真之下 我們自己的觀光 我們的品質要堅守住 市場根本的要如何 擴展又更好的一個觀光首都 這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們政府我們的觀光局 我們局長非常認真 我們處長很認真 還有現場認真 我相信 未來我們南投還是在 全世界是最美的地方 謝謝 感謝王爺 主長的簡短結論 觀光產業是一個友善的產業 能夠營造更友善的旅遊的條件 包括品質 包括氣氛 我想是 縣政府有責任 來跟我們業者一起吸收 然後把南投的這個友善環境 創造的更好的條件 謝謝 感謝主長 李總的簡短結論 現在是一個危機化轉機的一個時機 我想就是我們線內的一個基礎建設 公共設施 我們把它做好 等待我們下一次的遊客來臨 那麼找出我們新的亮點 重新出發 謝謝 感謝我們的李總 非常感謝今天四位貴賓提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那也希望提供給我們的行政單位 能做一個依據這個參考 南投縣一位議長何勝峰 非常關心我們南投縣這個觀光大縣 未來我們在觀光收益上面 可不可以更好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收益更好 經濟條件更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好嗎 謝謝您 感謝您收看 再會 謝謝 謝謝